和陆寒接吻过的女星,热巴最害羞,关晓彤最投入,而她最霸气。 和陆寒接吻过的女星,热巴最害羞,关晓彤最投入,而她最霸气。 第一位,杨紫山。 杨紫山外表敬礼,其甜美的笑容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她的气质清纯内敛,有助中国女星的温顺与柔情。 杨紫山以独特的亲切派演技风格独书一致,并被外界誉为赵薇接班人。 陆寒和杨紫山曾合作过电影《重返20岁》,陆寒的第一次荧幕温戏也是在这部影片中。 这是陆寒第一次正式参加电影《军参演》,据说那会紧张的直冒汉,遭杨紫山强势蓬稳,害羞的耳朵,脖子,脸都在泛红。 第二位,鼓励纳扎。 作为娱乐圈的大美女,鼓励纳扎五官精致,气质出众,无论什么风格的扮想总是令人惊艳。 身为新疆美女的她,出道后便因出演女娲后人小雪而获得关注,绝对漂亮的五官加上高挑窈窈的身材很是赏心悦一幕。 陆寒和那扎曾经合作过电视剧《得片季》,这也是陆寒出道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吻戏的一部电视剧,拍摄花絮中陆寒也是紧张无比啊,据说这段戏NG聊不下十次,紧张的陆寒还亲错地方。 《得片季》是陆寒拍的最多吻戏的电视剧,女主鼓励渣娜也是美到极致啊。 第三位,关晓彤。 关晓彤一向古灵精怪,亭亭玉丽的形象深入人心,她从国民闺女变身最具潜力演员,一路成长惊人,而且她在不断与孙红雷、张嘉义、王志文、李小燕等国内演员合作。 如果对戏后,她的演技突飞猛进,并且她也不再满足乖巧可爱的荧幕形象,渴望突破自己,使得她的戏路越走越宽,星途越来越坦荡。 陆寒和关晓彤合作的电视剧《甜蜜暴击》,据悉,陆寒和关晓彤吻得很投入,沉醉其中,到底是真情侣。 拍完这段吻戏后,陆寒脸上洋溢着欢乐和喜悦,满面春风地走出片场。 第四位,迪丽热巴。 迪丽热巴五官精致,身材高挑,并颇具表演天赋,她实力与偶像兼具,是最被夜内看好的小花旦之一。 在爱情剧《克拉恋人》中,她饰演的超级明星高文,是个高贵冷艳,气势非凡,却又极其单纯善良,鬼马精灵环有些神经质的多变人物。 迪丽热巴则秉级真实自然的表演方式征服了众多观众。 陆寒和迪丽热巴在跑男中,两人的亲密合作以及默契被粉丝们称为陆帝夫妇,狼才女貌的他们的也确实很般配,虽然两人合作得很默契但是真人秀节目肯定不会有问题了。 在跑男中的游戏中,陆寒突然靠近热巴,看热巴的心跳蓬蓬的涨,心跳飞快哦,热巴是害羞了吧。 大家最喜欢陆寒和哪位女星的合作呢?欢迎大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